早晨起来客栈里随意漫步 看着绿树直栽小桥流水 感觉客栈老板不知的有些苏州园林的味道 走出门口马路对面是家卖早点的 云南的早餐除了米线就是耳丝 难道不吃油条老豆腐吗 无奈的我点了一份米线慢慢吃起来 登苍山游尔海是大理的旅行重点 在驱往苍山的路上一路樱花盛开 12月的云南大理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苍山是云林山脉南端的祖峰 有19座山峰游北而南组层 北起而源邓川南至下关天生桥 苍山19峰巍峨雄壮与秀丽的尔海风光 形成强烈对照 登苍山一定要坐喜马坛索道 这里的索道全长5555米 往返一个半小时要在索道上度过 但是苍山三条索道最长的 直接到达海拔3900米的喜马坛景区 坐在索道上望见大理三塔 只有芝麻大小 远处大片水域就是二海 一路上升到海拔3900米高处 今天天气不错 分离很小 从缆车上下来顺着山道再向上爬山 抵达山顶海拔3966米 可以看到地质演变的喜马坛泉水就在眼前 这里的泉水中年很少结冰 沧山雪是素负盛名的大理分花雪月四景之一 也是沧山景观中的一角 寒冬时节 百里点仓 白雪暗暗 阳春三月 雪线以上 人堆盈雷遇 沧山并不仅仅只是一座山 沧山是一个集合体 所谓的沧山 其实是我们来到大理之前想象的一个载体 但是沧山无疑是大理的一切开始的地方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